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渲染整周城市的美好 2023台湾灯会在台北举办 串联国父纪念馆市政府 东区松山文冲园区 新一区等城市空间 范围达168公顷 展出300件以上精彩作品 我们台湾灯会终于再度回到台北 那么在过去33年 我们台湾灯会经由各方面共同的努力 已经成为世界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灯会 那有国外的媒体形容它是这个没有云霄飞车的迪士尼乐园 那去年在日本也获得这个所谓世界十大这个夜景的遗产 所以这个灯会的这个国际的行销 国际的知名度可以讲一年 可以一年提高 那这一次回到台北呢 我个人是非常的感动 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开灯会的时候 就在这个中正纪念堂 然后那时候可以讲是我们 全台湾的一个大事 那我记得那时候所有办公室的同事下了班 就挤去那里领小提灯 然后看灯会还可以拜拜等等 那一晃也已经三十多年过去了 那这一次跟台北市政府的合作 我感觉到非常的荣幸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过去半年多以来 台北市政府的团队跟我们在 不管是每一次的会议 每一次的投入都非常的紧密 我也相信这一次的灯会 它的表现可以超越 以往的这个灯会 有更亮眼的演出 那10月13就要重启国际跨境旅游 那我上个礼拜也刚到日本去推广 参加东京旅游展 那可以看得到非常多的日本的友人 或者是当地的业者都非常的期待 能够再度来到这个台湾来旅游 那这个灯会就是我们跨境旅游 重启之后的一个最大型的一个观光活动 那么也期盼这一次的 不管是参观的人士也好 国际旅游客数也好 观光产值都能够更胜意外 这个2023台湾灯会在台北 它有两个主要的意义 第一个是从2001年到外县市去以后 流浪了23年再次回到台北的地点 第二点 这个是台湾在COVID-19边境解封之后 第一个大型的国际活动 那整个台湾的旅游业 饭店各种各种观光相关的产业 我想对这个都相当期待 因为这个办得好办得坏通常会影响后面很多的活动 那么这一次的活动 它的一个特色就是说 过去办台湾灯会在其他县市里 它就找一个几公顷的空地就在上面办 可是台北市要找那个几公顷的空地来做 我们想到半天找不到 所以干脆逆势而行 我们来办一个叫城市型的灯会 所以我们有一个主灯嘛 六个副灯 大概三百一件大的作品 然后要公布在四个展区 大概可以达到168公顷 那我们在办台湾灯会的时候 心中有一个很大的目的 要做振兴产业之用 我想几天前在市林办那个 白座职业 当然还是会有人批评 洞宪规划不佳 但是我们跟你讲 市林商圈高兴死了 一个晚上46万 从来就没有 那个备料都备到 那根本就没办法 来不及迈了 所以这是一个边境解放 之后台湾第一个大型的国际活动 我们也在想说利用这个机会 把这个东区的商圈 整个要给它搭上来 这是很大的战略目标 所以我们四个展区 一个是沿着忠孝东部 台北的东区 还有国务纪念馆 还有松燕 还有一个是我们信义商圈 包括101跟四字南村 所以它集中在台北市的东半部 这个L型是不是 那当然这个规划 我们不同于以往 因为我们这个是 差不多一年多前 就确定台北要接班 所以我们已经准备很久了 我也认为大型活动 不要到前几个月才临时去凑一凑 这样看起来就是 我们常常看到就是热闹有余 但是它没有战略 那所以事实上这几年的执政 你知道 像那个台北灯节在西门町 就让西门町返同了好几年 这个要不是这个疫情你知道 你去西门町看 那个日韓客你知道 连那个计程车都是要讲日语 那个招牌都写日语跟韓语 那不管怎么样你知道 我们希望这次的灯会 23年后重新来回到台北 然后它是边境解放后的 台湾第一个大型的国际活动 然后它又是一个不同于以往其他县市 它是一个以城市型的灯会来举办 然后我们又给它一个任务 你知道 我们希望它可以复兴整个东区的商圈 然后再扩展到松菸跟信义商圈 都能目的 至于那些细节 已经规划了一年了 大概每个月都在 都规定的会议在开 我认为准备是还不错 连那个最困难的缺点都已经 多花了八千万解决 请提早 2013年 各位灯会 光与台北 正式提供 集长点亮分别代表 四大展区色系的主视觉光丽邦 象征台湾灯会回到台北出示 邀请大家循着光的轨迹 搭捷运赏灯 另外灯会也预计招募三千五百位志工 欢迎对台湾灯会有兴趣的民众 共同集团体报名一起点亮台北 记者温云郡台北报道 一一 啊啊 一一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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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唱你是日的老婆 路送信 歌仔客家乱谈金剧玉剧五个剧种 来自全台12个剧团新秀们轮番上阵 带来精彩片段演出 迈入第六届的台湾戏曲中心 成功新秀舞台 有别于以往策展人邀眼形式 今年改为公开甄选加策展人邀眼双轨制 兼顾剧种 剧目以及剧团的多样性与广度 带来22场新老病程雅俗共享的精彩节目 那因为成功新秀舞台等你参加这个演出等于就好像拿到了一张是业界的品质保证的那种认可证书一样 所以很多的团队或新秀其实也透过各种管道表达 他们很想参演的决心 可是因为过去都是邀眼 所以常常就只能够觉得非常的遗憾 那今年也是非常感谢中心 我们就开放了这样一个方式 除了邀眼之外 我们有公开送见争选的部分 让团队主动去挑选他认为适合的优秀的这个新秀演员 那经过评审委员的临选之后 所以我们今年明华园戏剧总团跟一星戏剧团 都是第一次参与这个新秀舞台的演出 非常的欢迎 那除了我们这个入选团队的这个方式有所改变之外 我们今年在演出上也做了一点小小的挑战 就是过去都是不同剧种上下半场混搭的演出 那今年特别安排了两场的专场 一个是明华园戏剧总团 一个是当代传奇剧场 一个寡戏 一个金剧 那我特别安排他们在第一周 跟第三周的礼拜四 就是10月20号跟11月10号 我们现在从头到尾整个热闹滚滚的 继续维持这个活动的热力 那这个专场演出 他就这个专场的主演 他要负责一整场的演出 那个责任那个负担又是更大了 那我们今年呢 为了要顾及到这个剧种的平衡 所以刚刚主任也说了 我们有五个剧种参加 有玉剧 有客家戏 有乱坛戏 还有金剧跟歌戏 那我们在邀演或者是临选的时候 也考虑过不只是剧种而已 我们还考虑到行当的分配是不是齐全 所以我们的戏是圣诞进程通通都有 戏文呢是文戏武戏都要出来 有的戏是经典的老戏 也有新编的传承 这个都OK 只要是新秀能够好好展现记忆 我们都不设太高的门槛 所以在年龄上好像过去有一个 所谓的天花板 有些演员也觉得很遗憾 很想参加 可是被那个天花板顶到了过不去 那我们今年也就偷偷地放宽了一点 所以我们有非常非常年轻的 现在还在学院大学部念书的 二十岁的小朋友 也有戏曲学院 以前叫复兴聚校 歌子戏科第一届的毕业生 快三十年前了 所以这个range蛮大的 就是我们不希望有任何的遗珠 在外头真的是流浪江湖 只要是好的演员 好的角 我们都希望她被看见 非常感谢我们传统艺术中心 每年举办的这个新秀 就是成功新秀舞台 那这一次呢 我们参与的巨马呢 他们一个在戏团 閃耀青年团参与的巨马 是由杜建伟跟李佳 还有朱念伟 他们演出金兰逸 那这次呢 其实在不一样的局长 大家看这个共同演出 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可以让他们多多观摩 和多多学习 这边当然 王金兵老师和小米老师 他也是有同样的推出 由张明君 他们所演出的这个八十七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同样是过去 但是他不一样的风景丁片 所以对年轻人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外面的舞台 小米老师 最好所谓的修行社会 很高难度 所以民进也很认真 希望说大家可以做到机场 大家来把这些信息 加油 对 因为尤其在现在 掌声上面 粗狗的部分 就是男生扮演的 这个戏嘛 已经越来越久了 所以这次呢 由这个杜建伟跟李佳 他们所演出的这个 金兰逸 精彩可奇 还有这个八十七 那希望各位观众朋友 走进剧场 用我们的行动来支持 这些年轻人 给他们这个机会 嗯 除了延续以往双剧种 半场折子戏的拼场进演形式 今年还增加两位新秀 独挑大梁的专场演出 分别由明华园戏剧总团 王杰玲演出 《狮子王》中的《赞托力》 当代传奇剧场 张伟全演出 全本《通天西》中的 青面虎徐世音 而平场进演部分 则承袭往年 将不同剧种混搭的形式 让青年新秀们 相互切磋练 我们在产业中心 有开支善业的计划 这开支善业计划呢 就是帮助呢 帮助这些年轻人呢 他们呢进团入团演训 然后呢进到团里面 跟大师们直接接近大师 靠近大师 直接在他身上学 在他的日常的生活 原型举止中学习 以及呢记忆的学习 另外呢 我们还有呢所谓 如果您在这边毕业了 结业了 我们还有所谓的青年入团 我们希望呢 完成呢 大家在职业生涯下 最后一里路 我们可以帮助这些年轻人 他从入团 受过很长久的训练 然后呢 再到那青年的入团 成为终身的职制 那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呢 传逸中心会提供新秀舞台 让各位新秀呢 担任主角 然后呢 他的演技 除了传承 诗给予的记忆 演法之外 他还必须用自己的 悟性 以及呢 自己的对戏的演绎方式呢 再增添自己的精彩 所以呢 这个小舞台的这个新秀舞台 是属于所有年轻人 也是属于所有老师跟团长的 十二党二十二场 诚意十足的精彩好戏 将于十月二十日起 至十一月十三日 在台湾戏曲中心 小表演厅演出 欢迎喜爱传统戏曲的观众朋友 前往欣赏 为戏曲新秀们加油喝彩 记者领席会议台北报道 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举办新文化运动月 今年以新剧登台 文化大拼场为主题 除了推出特展 新时代大登台 还规划了市集 润坛 戏剧 导览等多元的体验 带领民众了解 台湾新文化运动的精神与内涵 你们知道的新教 你在做什么 新教 你们也知道的新教 你在做什么 不然我们也知道 你会说什么 1920年代 海外求学的台湾知识分子 接触了日本近代戏剧运动 以及当时中国新剧 并将近代剧的演出方式 引入台湾 而当时知识分子 特别是文学成员 更藉由新剧传达改革理念 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举办新文化运动月 以新剧登台文化大策拼为主题 除了推出特展 新时代大登台 还规划了市集论坛 戏剧导览 podcast等多元体验 带领民众了解 台湾新文化运动的精神与内涵 我们在这边定义的这个新剧的话 是指那个1920年代开始 不同于旧的传统戏曲的形式 进来台湾之后所发展出来的戏剧 所以我们把新剧把它定义为 所有非传统戏曲的戏剧都称为新剧 所以我们比较知道的文化剧 或者称为文化戏 或者说有人说文明戏 或者说文事剧 那以后来甚至后来的 皇民化戏剧 我们都把它称为是新剧 那我们这个展览 主要就是在谈台湾人的戏剧 所以呢 我们不会去谈皇民化时级的新剧 主要就是1920年代 1930年代的戏剧 除了我们特展开了以外 第一周第二周 首先上场的就是我们的论坛活动 那这个论坛活动 打头证的呢 就是我们台湾新剧研究的 学术泰斗邱坤良老师 那跟我们白春彦老师一起 然后在这个10月1号的时候 会做这个论坛的开场这样子 那第一周呢 我们开始也会有个podcast 10集的节目 会在线上轮上阵 都是以这个新剧文化剧 来做推广的内容 这样子 那第三周的时候呢 就是10月15、16的这一周 我们在大道城西院 就特别邀请了蓝阳戏剧团 来演出英雄在线蒋渭水的故事 就是把蒋渭水先生在这边 怎么样的推广这个新剧 推广这个文化运动等等的 这些一生的作为 用戏剧的方式表现出来 因为那非常的值得我们 增加深入的去认识的了解 这样 那同时呢 我们在10月第三周也跟大道城 国际艺术节合作 我们一起在街区办了这个变装的 音乐会事情 那希望大家呢 都可以跟我们在那个时候 回到1920年代 然后呢也可以跟大家一起 就是到他存在地的店家 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店家 都跟我们一起联名喔 推出了新文化运动月的限定商品 那大家呢去逛这个街区的时候 都可以同步的用商品来述说 这样子的故事 新时代大登台日志时期新剧运动浪潮特展 特别邀请以日志时期文化剧为研究领域的 学者白春燕担任策展人 梳理新剧运动在台湾发展的时期与脉络 为了让民众了解百年前后的时空背景差异 特别复刻了当时剧场的环境 制作情境演出 描绘日志时期新剧在台湾社会的实际样貌 我们的展览呢是透过整个戏谱的说明 让大家了解说 这个20年来 到底有缩少的剧团 那他们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他们结束时间 还有出发成立的时间 那有哪些人 那所以我们会从人物 剧本 剧团 还有演出的形式来告诉大家 那我们的就是展览里面有几个特色 就是我们特别设置了一些有趣的 比较能够寓教于乐的一些装置 让大家才不会看文字看到睡着 所以呢 尤其我们设置了一个叫做文化剧的情境剧场 我们是用就是有荧幕的演出 然后也有那个就是发出声音 有那个警察大人 那也有观众在下面 他们会发出声音 然后来跟那个影片里面的人物做对话 那这个是可以体现的是当时文化剧演出的状况 那那个状况是什么样的状况 那其实就是一个不太熟练的状况 就是演得不太好 所以呢我们如果被问到说 那日本时代的新剧跟现在的舞台剧到底有什么差别 通常我们会说他们埋向舞台剧 可是又不太像 在于哪里不一样 就是有几点 那首先有一点就是演员不够专业的问题 因为他们都是素人 他们都是世上都是社会文化运动者 他们在意的是宣传而不是戏剧演出 那另外一点就是因为是一个新旧交接的时代 他们看过的新剧根本是非常的少 可是他们有看过太多的旧剧 所以他们在戏剧演出里面 事实上有混杂了很多旧剧的元素 那第三点的话就是 跟他们的目的性是有关系 因为他们想要做宣传 就是宣传台灣的新文化 那还有就是其实有一些反日 反殖民 还有甚至就是反资本主义 那那个宣传 无产阶级主义 都有这样的思想 那我们在这个情境剧场之外呢 还有设置了一些互动的装置 比如说 因为当时的新剧进入了 台湾之后是会跟旧剧产生冲突的 因为他反对旧文化 包含旧剧在里面 尤其是歌仔戏 所以呢 新文化运动者 他们用新剧 还有就是说思想宣传来反对歌仔戏 反对旧剧 是多么大 我们不是在讲这件事情 我们会去介绍说 他在当时遇到的困境和他的挫折 所以我们透过新旧剧的这种吸粉 我们称为吸粉粒 就是 其实那是用一个磁铁装置 然后我们可以去玩 你可以试着去抢夺 比如说我是新剧 我演出新剧 那我试着想要去抢夺对面的旧剧的观众 可是抢了半天 你抢了很久 可是结局就是你还是没有抢贏他 我们要讲的是这个历史的现实 还有就是我们剧本的介绍的部分 因为剧本看字实在很辛苦 所以我们有请专门的演员 竹生哥 他帮我们录制 就是一小段 就是五六个剧本的独具装置 那你就是拿取话筒 就可以听当时的剧本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故事 然后最后呢 我们还设置了一个所谓的戏剧人生的大地游戏 那这个大地游戏其实就是一个选择题 就是你是一个工学校毕业的青年 你可能会选择你要进入职场 那你也可能选择就是继续读书 但是你因为有怀抱 有怀抱对台湾好的这样的情感 所以就会很自然的进入了这样子的社会运动的场域 那你可能就会选择你要演出戏剧 那有的人他是真的很爱戏剧 可是他不愿意从事这种比较危险的社会运动 那也有这样的一些人 所以他会有一些插入口 来问我们的民众说 那你这时候你会怎么选择 那走到后来呢 就会有七个不同的人生 那这个主要是我们会告诉你说 你这里你的选择最后就是 就像某一个剧团 比如说你这个就像张维贤的剧团 你是艺术坚持派 因为你非常的坚持艺术 所以呢 那你是走着这样一条路 那有的人可能会像周天啟 就是彰化的顶星社 那周天啟他们的话 就是因为他们非常的激进 所以他们很早就剧团结束 大概是这样子 就让民众是透过游戏 然后让自己得到了一个 好像我可能会有点像他 那接下来就是会去读 这个剧团 然后这个人物他有什么样的故事 就引发他比较浓厚的了解的兴趣 新剧登台文化大车拼相关活动资讯 可上活动官网或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粉丝专业查询 邀请民众一同参与 认识台湾这片土地的历史与文化 记者离席会议台北报导 HOME PLUS中佳欢评 在地影像赔礼与真剑计划开始咯 即日期到12月15号为止 豐富奖励能你来拿 想请请假中佳新闻FB粉丝团 或扫描真剑简章QR Code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她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 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超级悠悠卡上市搭配手机加值功能 让民众体验随时随地加值的便利性 同时也将单笔消费上线从1500元提高到1万元 让悠悠卡引引各式各样的消费成语 不同的情境诠释手机随时随地为悠悠卡加值的便利性 新的超级悠悠卡技术规格升级 只要卡片余额不足拿起手机点开APP 就可以透过账户加值卡片不用再找超商或捷运站才能加值 那事实上卡片升级要比大家想要困难很多 因为悠悠卡在全台湾有23万个支付点 所以在过去疫情的三年我们就默默地 开始来干这些机器准备 要为我们的新一代悠悠卡来上市来做准备 所以我们过去三年除了忙数位支付 还在忙这张超级悠悠卡 那大家都知道行动支付这几年 虽然快速的绝集 那报告虽然显示说 台湾有一千万人用过行动支付 但是过去三年虽然有疫情 我们自己在内部看 有在用悠悠卡的每一年还有两千万张卡 那这两千万张怎么用呢 有八百张大概只用在交通 因为疫情的关系少了一点 以前更多 那有一千两百万张 它同时会用消费用交通 那我自己在估计 其实全台湾到现在还有一千六百万人 占用悠悠卡 所以这张超级悠悠卡 是我们对着一千六百万客户的承诺 跟更好的服务 我们不断的在发展数位的过程 虽然有新产品线的开出来 像悠悠服 我们也没有忘记卡片 我们要持续研发卡片 我们希望台湾的无限金支付 永远都有多一个选择 你不用买高阶手机 你也不需要操作很复杂的ADP 你永远还是可以用一张卡片 加入无限金的行列 所以这支超级悠悠卡 结合了卡片所有的好处 轻薄简便 然后也不用连线 然后价格非常低 然后加上这几年来 手机快速发展起来的科技 所以我们让超级悠悠卡 这样手机读卡机 变成我们一卡一副 即上是悠悠服 可以自动加紧以后的第二个里程碑 那这样一卡一副加起来 我自己觉得 这张超级悠悠卡 是悠悠卡有史以来 CP值最高的一张商品 怎么说呢 你买一张卡片 就送你一个读卡机 无限后卡被带进去 而且那个读卡机是你专属的 就在你的手机上 那大家就问说 那手机读卡机 现在可以差余额 可以加值 那可以买1280 就这样吗 当然不是 你可以想像看 以后市长走出门 带一支手机 大家手机 那个卡片靠上去 他就可以发红包给你们了 甚至在学校的园游会 你只要有一支手机在这边 所有的门票 入场券 甚至月票 都可以靠卡 就可以完成 未来我们甚至有机会 让很简便的 线上消费 跟线上支付 在手机上 就可以完成 好 那这个是未来的手机 可以带来更多更有趣的一个实际的应用 悠悠卡以往也被用来当作小额消费的支付工具 超级悠悠卡则调高单笔消费可到一万元 因应各式各样的消费场域 那么这几年来的发展 你知道 本来说一卡一通一路 那能不能想要并到一击 一支手机就解决掉 那 这个手机里面 内建悠悠卡 enjoy也可以 可以做到 可是iPhone就不行 那跟人家逗了两档 他也是不大 我知道 他自己都要赚这个生命 他为什么要给你赚 所以在想说怎么照过去 一卡一通一路 盒上一击 那enjoy也可以 iPhone不行 iPhone四占一路是两档七身 那我还想 那不然就是这样 把他卡直接可以在手机的手机殼上面 那 好像也可以 但是有个问题要解决 那你要手机可以直接对这个卡加值 那所以事实上 一般处理问题 有几个原因 一个是 现在医到哪些问题记起来 第一点 第二点 那如果我们还要想要去发开展 怎么样新功能把记起来 然后开始说 我们要怎么设计一个系统来解决问题 首先讲现存的问题 这个yewer卡一年大概 使用是600亿 其中有400亿是用现金去加 所以我们看看很多捷運站 都一个加持机 以前我就是这样 因为我卡用完了 他就去找一个捷運站 一个加持机 把卡放上去 然后用现金去加持 那这样就遇到一个问题 那如果万一 钱用完了又没有办法加持怎麼辦 还有点 每次钱快要用完了 就一定要去 去那捷運站 去找那个加持机 这很麻烦 那事实上这个 在台湾现在是400亿 每年用现金去加持 又拿400亿 所以这个是很 很low的方法 所以现在如果 手机跟卡 现在手机可以直接对卡加持 靠過來直接加持 另外一个手机 也可以绑定悠悠卡 可以远端加持 远端加持 但是我们现在还是有 控制说 远端加持 你要有直属关心 你不能说 随便找一个不相干的 来跟你 跟你远端加持 所以 现在如果是 如果是绑定的话 你知道 原则上只要清洗关系 很低的 直系的 那当然如果 你是直接加持 那个就没有 那个随便一张卡都可以 那 那现在如果 那iPhone 手机可以直接对卡加持 以后 其实本来想说 如果远端加持 我在学校的时候 设一个架持机 我远端加持以后 他到学校B 这样也可以 但是我还想一想 台北是7月份太多了 大概也不用 7月份他自己 就有建构那硬梯 这个东西 我预计会大卖 你知道为什么 我想 因为现在每个小朋友 要上学的时候 就给他妈妈 先今天零用钱给你50块 少靠卡B50块给你回去 那如果 如果他 因为他是儿子的话 或是父母亲 这个不用靠卡 他远端就可以这样 反正他 他知道他会加持 他随便找到7月份 夹都可以 那为什么 这一定会大卖 你知道 因为每个父母都很想 知道他儿子 钱花到哪去 所以 所以当那个 当那个 他给他儿子加持 他儿子拿那张去哪里 买东西 他母亲晚上就被check 他买了什么东西 所以这种疫情在小学 就是大卖 这个台北市的这个 我们的数位学员证 谢谢有卡公司长期的协助 现在至少有27万张 27万张 那因为市长在政策面 台北市推这个一卡一付一通 这是一个政策的工具 那台北市呢 那台北市呢 我们这个数位学员证 现在目前是 号称是1.5代 那目前就是结合 我们在2020年 我们推出 校委的无限金的这样 系统 教会的系统 那目前呢 我们上个学员度 就是因为现在新的 还在继续教 我们大概这个 无限金的交易 已经达到近六成 那我们新的学员度 我觉得有信心 应该可以超过七成到八成 我们主管科的科长在这边 一直很紧张 那这个要有信心 那同时呢 今年的八月呢 幼儿公司又把校委 这个幼儿户做一个联结 所以 那只要透过我亲身的绑定 那就可以 这个爸爸妈妈的手机 透过幼儿户 就是孩子的夹子机 那目前呢 大概我们这个亲子绑定 我们已经达到八成 有八成 那二十万多人次来参与 那我们希望 要达到百分之一百 那 这个小学的是最多 谢谢那东门国小 像小 他们这个绑定的比例 大概是最高 然后越大就越低 表示说 因为从小绑定以后 到高中高职就绑不掉了 所以最好是从小 就开始绑定 陶约市政府 跟台北市政府 同样荣获了全球的智慧城市的首角 那郑文山市长上台以来 推动了智慧城市的这个工作项目 大约超过两百项 那最主要是要强调希望说 用资通讯的科技 来打造一个永续低碳热火的一个城市 那当然就是说 在市民朋友的生活方面 我们希望是好用有感可复制 所以因此这个市民卡就是我们讨厌市 最重要的智慧城市的项目之一 也是因为这一次市民卡的关系 让我们能够得到Visa的 全球的智慧城市首奖 市民卡呢 其实主要的卡体 其实九层以上都是优游卡 不是八层是九层 那我们现在发卡量 已经超过一百八十万张 使用的次数超过五一七千万次 那在桃园 敬劳卡 敬劳爱心卡 爱陪卡 学生证 员工证 包含我的员工证 门禁卡 通通都是市民卡 所以我们是多卡合一 除此之外 我们还一卡多用 用我们的这个市民卡 可以借书 而且我们在桃园有上千家的 特约商店大概五千多家 你拿市民卡 都可以享受优惠折扣 买这个手摇引都有折扣 是小市民的一个福利 除此之外 在这个妈妈宝宝 这个生育的方面 我们也是透过市民卡 来做各项的市政服务 所以它是我们融入 我们市民生活很重要的一个工具 除了新发售的超级悠悠卡 台北市数位学生证 敬劳爱心卡 各县市市民卡 也同步可以使用手机加值功能 也可以及时查询余儿及消费名系 让民众体验新一代悠悠卡 带来的便利性 记者问论台北报导 绿能运输猫篮迈向15周年 北节举办为期两个月的 马拉松式活动 包括了茶文化 户外渔家与拉丁舞派对等 透过专属社群网站 带领民众以全新的视角 游三猫地区挖掘私房景点 与优惠活动 拉丁舞蹈派对热力四色 还有猫空可爱角色伴游 台北捷运公司举办为期两个月的 庆祝猫空缆车15周年活动 包括露天茶席 户外双人瑜伽及拉丁舞派对 也开始营运三猫吃喝玩乐的社群网站 欢迎民众来挖掘三猫地区的 私房景点与优惠 其实这缆车基本上也就是三部曲 第一个你要向社会大众说明 我们这个系统是安全的 第二个我们要在这个安全制度下 如何确保我们很稳定 非常的这个可靠的来 这个负责营运 第三个阶段呢就是财务问题 就是营运的这个财务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105年 这个票价也重新调整 那即使是这样的票价水准 在全国全世界来讲 都是非常便宜廉价的一个 这个运输 所以其实我们在疫情前 这个香港 还有这个日韩游客 都非常喜欢来我们这个 缆车来的体验这个 这个猫空 体验我们缆车跟猫空的文化 那现在因为疫情 这个疫情 这个确实财务也是受到影响 那甚至在我们因为代操 所以我们整个能够有这么好的一个 这个交通的系统 事实上还是要感谢这个市政府 大力的支持 这个我想不管是游客 或者是当地的居民 有这样的好的系统 都是市政府默默的在支持 这样的系统的运 那基于我们是一个受委托的单位 我们事实上也有一个责任 就是说当这个系统 不只安全可靠 还要能够财务永续经营 所以市府我想在 复密的这个指导之下 这个市场的支持之下 也有进行的 所谓的这个 三猫二点零计划 那这部分我想这个 既然是一个旅游景点 而且是面向国际的话 我们必须要把亮点拿出来 那我想市府一直在讲说 品牌 猫空本身就是一个品牌 大家都很清楚 那现在重点就是说 怎么样那个品牌 的价值 能够彰显出来 我们已经用这么廉价的 这个交通的成本 来支持这样的运输的话 那怎么样 结合当地的这些特色 我想这些特色大家都非常清楚 包含我们指南工 包含我们这个 柔软省谷 包含我们一些查的 一些这个 一些机构等等 民间 我想我们 把目标确立 让这整个的旅游价值 能够产生 我想 这个在未来的这个 这个营运 尤其是猫空这样的一个 旅游景点 应该千景可惜 这个猫兰15年 这是猫兰也是我们台北市的指标性理由 那到现在已经15周年了 做人已经超过3000万人士了 不过15年来也虧空了18亿以上 不过是这样 这个地方还是有愿景的 因为将来 樊壮县跟文武县 在这个地方交叉 再加上 那个安坑的这个轻轨 再加上这个猫狼 不过这个地方是个交通要道 将来还是相当有前景 那我们当时在想说 如果这个地方要去进一步发展 到底要什么处理 那当时就提出一个叫三猫计划 就是猫空猫兰跟猫雄 猫雄指的是动物园 那猫空有查文化 那怎么把它弄成一个台北市的一个休闲的地方 可是实际上我们在那边到现在为止 还是有那个查文化中心 每天都有在讲解这个猫空的铁观音 那最后就是这个猫籃 据我所知这是全世界最便宜的软车 难怪亏损这么多 那不过是这样 要把这个地方的整个人文 生态全部做起来以后 才能够提高它的附加价值 所以事实上这个15周年只是给我一个 一个暂停下来想 也在想下一步要怎么发展 所以这个环状线还是要尽快完成 那安坑那个轻轨就看中央怎么处理 那将来这个 如果这个地方变成一个交通邀道以后 这个交通方便了以后 如果让猫空变成一个台北市的一个 更有气质的休闲文化中心 这让整套做起来 所以现在要做的事都是 怎么去提高它的附加价值 所以这个就 大家继续努力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在地离丈也推荐民众好吃好玩行程 串联貓烂观光走线 配合我们当地的一些的活动 就是在刚刚那个电视墙上面 他有介绍在10月22号 有一个露天的茶席的活动 这个就在我们猫空上面来举办 那我们希望呢 大家有空呢 能够西家带眷的 一起来我们猫空 参加这个茶席的活动 同时能够坐我们在地 就是我们全台北市最长的缆车 来上到我们猫空 欢迎大家届时能够来参加这个茶席 因为我们每年也都会有举办 在我们猫空自己上面的一个 那个千人茶席的部分 每次盛况都很多人参加 那这次我们希望也能够透过 缆车15周年的行销 能够再次把人带上我们猫空 全新的猫懒活动IP 共都拉也在这次记者会上首次亮相 五个吸睛角色以猫空知名的茶文化 与生态动物为主题创作 将会在专属的IG及FB登场 带领民众一同玩猫空 记者温宇郡台北报导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揭幕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 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或且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集团关心您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集团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先带你来看 集团市教育处争取了1亿7千多万元 改善集团11所学校的中央厨房 其中在地内国中的部分 除了动线流畅通风凉爽外 最初师生有感的就是新搭建的纯白色系风雨走廊 与厨房外开辟的小农田搭配 成功推广食农教育 中午开饭咯 这一条师生喜欢的纯白色系风雨走廊 让学子可以风雨无阻的推餐车 我觉得新厨房很好看 然后又加盖了学校厨房走廊内的遮雨棚 所以让大家去拿餐车的时候都不用淋雨了 每日的餐点也很受学生喜爱 尤其是 甜乳鸡吧 我觉得学校午餐很好吃 然后厨师阿姨都很辛苦 校厨阿姨真的很辛苦 因为要供餐给其他学校 每日要处理的食材量很大 一大早就得奋力作战 但新厨房的动线改建 与硬体设备的到位更新 甚至还规划了一间有冷气的校厨休息室 让阿姨们很开心 感谢地方首长 然后学校 改善那个厨房的工作环境与设备 然后 多校合一工作起来是很辛苦 可是让学生吃得开心 家长放心 那我们的辛苦也是很值得 厨房外各类香草植物茂盛茁壮 不只观赏而已 还可以入菜 食农教育要落实 老师带孩子从松土开始 目前我们设施已经就位了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开始进行整地的动作 那由学生亲自参与 利用小厨头 然后把里面的小石头啊 然后工程的一些水泥块 都把它清理干净 那之后我们这个地方 这样就会做成小菜棋 因应季节 然后开始实施种植 让学生参与 学校的这个食农教育 师生展现收成后丰收的农特产品 入口即食的黄瓜等多样蔬果 看见食农教育的成果 教育部除了补助硬体的建筑 设备更新以及改善烹煮的环境之外 提升了食材的品质 在课程中呢 结合了食农教育以及环境议题 那我们规划了香草植物区 然后也规划了我们的生态菜谱 让学生在课程中呢 进行有机的种植 从做中学中呢 来了解这个食物 从种植到餐桌的过程 教育处积极争取中央经费补助 金融市十一校扩建厨房 工程在一百一十一年二到三月陆续施工 今年八月全树竣工 一百一十一学年度启用 让学校厨房空间使用上更有弹性 也成功的融合食欲美感与健康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 毕业于暖暖高中的台湾游泳女将邓宇文 在乌兹别克亚洲公开水域锦标赛女子组10公里 以量效时7分27秒摘金 为台湾泳团夺下了亚锦赛公开水域历史的手金 金融市长林悠春亲自接见勉励 参赛选手奋力的向终点冲刺 最后台湾女将邓宇文 成功摘下亚锦赛公开水域首面金牌 站在台上开心的接受表扬 她是暖暖高中的台湾女将邓宇文 参加物质别克公开水域锦标赛10公里 最后以2小时7分27秒摘金 旧市长林悠昌亲自接见勉励 旧市长来代表 要送给你 谢谢你为基隆为台湾争光 然后这个表 我相信以后你在比赛的时候 我相信也会对你 会对你有一些帮助 希望以后体育这条路 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手 就是可以为国争光 希望我的这块金牌可以带给更多的人勇气 或是高分 可以当他们的榜样 邓宇文亲自分享参赛经历 还回赠金牌站的勇帽给市长 包括父亲 教练 立伟 蔡世英 市议员 陈怡 都亲自到场见证 我觉得这是基隆之光也是台湾之光 那宇文其实非常的优秀 在之前全中运的时候 他就为基隆得到非常多的一个奖牌 那这一次在物质别克的 开放水域的一个竞赛 我想更是不容易 那刚刚他也分享了 在这个竞赛过程里面的 一个心情 我觉得就是 运动员除了平常训练之外 更重要的是那个精神力 那个精神力可以支撑 这个身体上面的这个极限 然后超越自我 然后最后去勇夺这个金牌 所以除了佩服 他在游泳上面的一个训练 不管是他的技巧 还是他的体能 其实我更佩服的是 宇文他坚忍不拔的一个精神 我相信这也是所有运动员最宝贵的一个价值 所以我想未来他在这个选手 或者在体育运动的这个路 这个路程上面 或者是未来的一个 这个人生的一个生涯上面 我相信一定会碰到更多更多的一个贵人 继续的来支持他 让他达成更高的一个目标 很谢谢市长跟其他长官一路走来的支持 然后相信他们也会继续支持我们体育 我们游泳 非常肯定宇文的是 我们这一次全运会的比赛 基隆得到了三片金牌 都是宇文的 都是宇文拿下来的 所以非常的了不起 那我相信说这是基隆之光 那基隆在这个部分 我们应该要在海洋运动 尤其在游泳这个领域 我们要多多的培植 以宇文为榜样 多多培植后续的优秀选手 我相信对于基隆的城市发展过程当中 这也是基隆的一个特色 那我想今天我们的主角就是宇文 我还是非常的恭喜他 市长在这几年呢 是投入了相当多 譬如说像我们的全运会的奖金 也从我当时当选手的时候12万 也调高了到30万 那其实呢 陈宇在议会呢也会发掘更多 体育优秀的人才 然后跟教育处一起呢 然后报给我们市长指导 让一些资源呢 能进来到我们各位选手的身上 邓宇文毕业于暖暖高中 国高中时期 就在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 拿下了12面金牌夹击 在2021年全运会 邓宇文再批基隆战袍 总计拿下了三金一铜 让全运会的成绩再创新高 记者黄绍铭 基隆报导 欢迎回到中央新闻现场 八斗子大平海岸最近很夯 却也衍生出生态维护 及游客涉水安全等问题 当地八斗里里长及社区发展协会 与基隆市野鸟学会合作 将海豹岩建模 并移到八斗子鱼村中的渡家老宅 百年错来展示 在立法人蔡思印 与基隆市议员张渊祥 张浩瀚 及当地八斗里里长杜建秋 与基隆野鸟学会理事长政委等 能共同揭幕下 以3D列印方式制作的海豹岩模型 在渡家老宅这一处百年孤老挫前正式亮相 会有这项活动就是希望保护 位于大平海岸的海豹岩 减少游客到访产生的生态破坏 大平海岸国家重要湿地 因为现在就是因为海豹岩的发现 所以游客很多相对的 就对朝间代就造成很大的破坏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希望 这边能够打卡 能够打那个大平海岸的实力的破坏 尽量减少 列印出来在由学校试生组装的海豹岩模型 采用白色方式呈现 并放置在已死掉珊瑚的 孤老石建成的古厕前展示 希望提醒外界重视海洋珊瑚白化的危机 把它着色它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现在目前看模型的这间建筑是 超过一百年的孤老错 大家知道孤老错它就是死掉的珊瑚礁 所以白色的海豹岩 它有一个珊瑚白化的意涵 因为珊瑚白化它最重要就是海洋污染 以及温度升高 所以我们下面用了一些废墟漁网 以及一些保力楼 就凸显一下我们海洋面临的混件 也希望大家能够证实 巴拉多指渔村的未来 民进党基隆市长候选人蔡盛 也以立法人身份前来相挺 并参加宣誓活动 她更强调未来如果有机会当选 基隆市长会积极协助地方 推动三大诉求 落实渔村老街聚落的保存 海科馆在成立的时尊 其实有一项工作就是做地方的渔村再造 以及地方的渔村文化保存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过去这几年来的工作 我认为未来可以继续来加强跟推动 所以未来市政府跟海科馆 以及我们的里内的很多志工 包括协会理事长这边 来共同来推顿渔村聚落保存这件事情 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那是因为在这个事情上 我会继续来努力 基隆两会方面也在10月11号 依据文资法 正式向基隆市政府提报 八楼子老街为聚落建筑群 希望抢救台湾本岛少见尚存的 孤老错及红砖错聚落 记者张琪辰 基隆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IA轻松电台96.9 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欢迎订阅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 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 中药行夫妻 确诊 还附上消毒照片 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清流 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 畢之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 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 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学着疫情升温 假消息满天飞 到底哪的才是正确的 利用以下三个超实用APP 简单操作快速查证 LINE讯息查证 加入LINE好友 提供希望查证之讯息内容即可查证 另外还提供最新查核讯息 供民众了解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LINE搜寻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加入好友 将收到的讯息整篇贴上 即可查询是否为假消息 买GoPen 同样加入LINE好友 当您收到不明消息 直接转贴到买GoPen 查证时可点选绿色按钮前往查证结果 也可点选橘色按钮 直接将查核结果转达给亲朋好友哦 记得 收到疫情传言时 不转发 多查证 散播假讯息不仅会发钱 还可能触犯行责 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让我们一起 对抗病毒正向防疫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移花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一样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集团关心您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 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她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柜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如果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